把裝有蝦子的兩個透明盒子放到烏賊前面 烏賊理所當然針對有兩隻蝦子的盒子進行攻擊 但透過反覆實驗 當烏賊改選擇一隻蝦子的盒子情況下 就給予活蝦子獎勵 清華大學透過實驗 發現烏賊可以理解所謂的相對價值 證明烏賊也會深思熟慮 選擇對自己更有意的方式 在我們的實驗當中 我們藉由學習 讓烏賊了解這個價值的不同 自然界當中 生物選擇數量多的獵物是天賦 但焦蝦金透過實驗 想要了解俗稱花枝的烏賊 是否像人類一樣也有相對價值感 經由這個實驗 我們可以知道烏賊在經過學習之後 它的價值感會改變 在原本的實驗當中 烏賊通常在一隻蝦子 與兩隻蝦子的情況之下 它會選擇兩隻蝦子 但是在經過價值觀改變之後 它反而會學習選擇一隻蝦子 也就是少即是多的這樣的概念 這個實驗就充分說明 烏賊的價值感是會相對應的改變 而不是絕對的價值 烏賊是無脊椎動物中 腦神經系統最發達的 擁有約人類一到兩歲的智力 過去一些實驗證實烏賊具有高等認知功能 蝦傳經發現 烏賊過往經歷會在大腦留下印記 形成直覺 透過這些研究 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大腦如何運作 決策受到哪些因素影響 臺國新竹林彥町採訪報導 臺國新竹林彥町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